楊洲文靖 利用西漳和北漳 給雙元圍帶來的便利 既可以灌溉 也可以防洪 把水化变成水粒 2023年的夏天 连续强降雨导致的洪漏灾害 使得中国华北东北部分地区 大量农田被淹 甚至有部分绝收 农业生产很难摆脱 靠天吃饭的命运 如何实现汉涝饱收 是农业发展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 今天节目我们就去看看 大湾区内一个延续了近千年的水粒工程 怎样保障农业生产 它即防洪 抗旱 灌溉 养殖 交通运输等多个功能为一体 它叫做桑圆围 桑圆围横跨广东佛山的南海顺德两区 也被称为最初的湾区 由珠江的两大支流 西江北江的大堤和围而成 它始建于距今900多年的宋朝 后来经过多次的修筑完善 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西桥山位于桑圆围的核心区 它被称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它对珠江流域的原始文明 有深刻的影响 这里是西桥山的山顶 天气晴朗的时候 从这里看出去 能够看到桑圆围大致的形态 我的右手边是西江 左手边是北江 在西江边收一条西基 西边的堤围的意思 东边收一条东基 然后在双原围的顶端 收一条基站横基 西江的洪水 北江的洪水来 是靠这些堤围来拦截了洪水 初步形成了双原围的 防洪体制 陈彦文是佛山的水利专家 他研究桑圆围已经有30多年 据他所说 桑圆围从修建之初 就特别讲究顺势而为 唐代中后期 部分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 陆续南下 牵至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 当时珠江的洪水平发 威胁村民居住和生活 共产的安全 到了北宋的时候 朝廷派了两个官员来 修双原围 用湖康定位的方法 在河里边抛撒湖湖康 看湖康的走势 来确定这个堤的线路 这里就顺应这个河势 来租蹄 来租蹄 避免这个河蹄受到冲杀 我们现在叫它是顺势而为 所以你看桑圆围的地图 那个蹄蹄是弯弯曲曲的 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律 你这个蹄蹄就活不到今天了 滴围 豆渣 和冲 是桑圆围调节水位的关键组成部分 桑圆围修建的过程 充分利用了西江和北江之间的水位差 把握时机关闭豆渣 可以防止洪水进入围内 打开豆渣 则可以引水入围或排水出围 这样能够维持围内的河里水位 豆渣是控制围内水位的一个机关 桑圆围里最多的时候有64座豆渣 目前完整保存的还有24座 名乐豆就是其中的一座 陈彦文说 当时修这座豆渣的时候 工程质量备受重视 修这个豆的时候 算了两班西工队伍 在村里边 每个班西工队伍 做一顿石笛 等于做了招标 其实的都是用糯米 借糖 还有石飞 来来做招节物 它那个缝很小 不像我们现在去那个沙江 那个缝很大 整个水渣没有看到 有什么缝里边长草长树的 证明它很密集 密集就好了 它不漏水 不漏水呢 这个水渣就不会破坏 1998年本地遭遇特大洪水 桑原围之外的大片土地被淹 而在桑原围之内 由于有低围做第二道防线 保障了围内的民众和农田安全 名乐豆在那个时候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上闸门就挡了洪水 就是确保了原来双原围 老双原围的安法 对吧 98年这里是平安的 保住了 陈彦文说 最初豆砸的规模并不大 而随着围内经济的不断发展 豆砸不仅承担防红排绕的功能 而且还是水路运输的要道 原来都是很小很小的豆 大概只有几十公分宽 几十公分高 明代有五起宽 规范规定的 官府规定 五起宽 七起高 到了清代 这个豆也不能满足 那个昭通要求了 扩宽到大概有四米宽 这样的话 大船就可以出去了 通过豆砸运输的主要物资 就是桑原围里面 桑鸡鱼塘出产的蚕丝和丝绸 桑鸡鱼塘是非常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农业模式 持梗重桑 桑叶养残 残碱烧丝 残杀养鱼 鱼粪肥丧 这样一种循环的生态模式 催生了珠三角发达的残桑经济和丝织业 它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 产出来的残桑是稀绸的原料 所以这里剩下稀绸 是稀绸记录的起点之一 明清时期桑原围内的丝织业就很繁盛 尤其是在南海的西桥 九江 顺德的龙江等地 丝织业已经颇具规模 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 更远销到东南亚 名乐豆所在的名乐须 就是当年重要的丝绸生产地 这个名乐须 渣渣户户都织丝绸 以前织了那个丝绸 就从这个码头 这个叫银船码头 这里都挖了满了船 挖满了船 装好了货 从这个码头装了货 一开了闸 船就可以出去了 出去去广州了 以前就流传着一个歌谣 一从丝绸出 在这里装船 装一艘细绸 从这个砸出去 回来的时候 一传白银龟 这几个字就人寿连锋 生动地描写了 那个时候生意是很好的 桑原围至今深刻影响着 本地的经济产业格局 南海的西桥镇 被誉为纺织之乡和灭料明镇 就是脱胎于桑原围发达的 养残业和骚丝业 南海区的九江镇 则凭借着桑原围的淡水养殖业 成为文明侠尔的中国淡水鱼苗之乡 1500年 我们南海的九江 是朝廷 引起它繁殖这个鱼苗 唯一一个是经过朝廷批准的 所以从古到今 都是鱼苗的生产基地 既然条件好 这个水质好 鱼不用于生病 所以对鱼的品质也好 2020年 桑原围入选了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陈彦文就是当时的生疑顾问 他说那个时候 他跑遍了桑原围的每一处 还发现了不少有意义的文物 这一块桑原围全图石碑 基本上按照实际比例 绘制了桑原围的地形地貌 陈彦文让他重见天日 眨眼看上去什么都不是 也不清晰这是重大发现 这个碑是青桥同济八年 由那个周伯奇 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发明 就是这个周伯奇 他那个时候采用的测量手段 已经很先进了 现在测量这个图 跟现在的差别不大 陈彦文说 桑原围之所以能够保留至今 和他完善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 一方面桑原围的管理 由专门的机构负责 并且制定了细致严格的管理规则 同时桑原围内的民众 因为这项水利工程受益 所以人们一直在自发地 维护它的运行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村民们为了保护这个水杂 就用沙浆把几个机摸平了 保护起来了 包括这七块石碑 都是用沙浆把它摸平的 是我们这次申报 世界冠告工程遗产 请了文物部门 就重新把它重建天域 你看这几个机多漂亮啊 近年来为了适应 现代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桑原围也在不断完善 山根水利树涌 就是一个为了提高桑原围的效率 新修建的水利工程 现在这个位置是在 西桥山根山南片区的 属于桥山轮围的东体 就负责整个山根片区 7.5公里的这个用水 这个渔液的用水 以及排纳 现在这个泵站的装机容量 是装了三台大泵 就是那个口径是一米六的 一米六的那个直径的泵管 七把一个千瓦的一台 所以三台泵就是两千多个千瓦 就是每秒就是七吨水排出去 一秒七吨水 七吨水 对 最大的那个排纳能力就是 三十年一遇 二十四小时一天排干的 所以遇到大的 大沙大暴雨的话 它也很快把那个水排走 保证了村民的那个不受内闹 三原围保持了最初的大湾区的形态 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 最高峰的时候是灌溉面积有20万米 现在还有6.2万米 也没有给这个工业革命把它淹盖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还是一片的双支仪堂的累积 还叫保留的 还引人发挥作用 国务院发布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国务院发布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那么深港两地能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 它既是一个这种科技创新的区域 又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区域 规划明确三大定位 两大目标和四大任务 我们源头创新的这些能力都在 就是大家怎么去打破突破深圳河 技术碰撞 每分每秒都在深圳这里和香港两边发生的 8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 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规划中的园区位于深港交际处 这个地方叫做核套 核套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地理 这个历史两个原因形成的一个名字 这个历史上我们的深圳河是翻的 后来我们对深圳河进行结完取植 这个地方就多出来 这块地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香港园区0.87平方公里 那么深港两地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 位于深港交际处的这一块 0.87平方公里的土地 产权属于深圳 但是管理权属于香港 过去20多年里 相关部门一直在讨论 如何开发利用这块土地 直到一个共识形成 中国经济的未来 还需要以高科技引领制造业的发展 而深港合作也要以高新技术做引导 深港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 需要一个示范区 从那个90年代末开始 就有各种想法 当时就有想把它做成一个 免税的展览区 或者作为一个特殊的 这种保税的出口加工区 那么在稍后呢 又有人提议要做成一个高等教育城 那么零零种种的各种想法 这个都有 那么一直到这个 过去的五六年呢 深港双方呢 也逐渐这个达成了一个 一致的意见 2017年的1月 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同开发核套 2018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核套合作区的规划建设做出部署 20年10月份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上也指出 要规划建设好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如今核套又领到新任务 中央这次出台核套的规划 一个重大的目的呢 还是要支持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都知道 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对于香港确定了八个中心 创新科技中心呢 是新增的一个中心 香港这些年呢 也开始有意识地 开始向创新科技来进行发展 这也是它这个经济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 所必然的一个选择 深港之间最初的合作 就是在香港方面的 0.8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后来考虑到更大的发展需要 合作区向北延伸 深圳把毗邻香港的福田保税区 和黄港口岸片区 共3.02平方公里的区域 纳入了核套合作区的范畴 再加上香港圆区的 0.87平方公里 核套合作区的总厌计 就从0.87平方公里 拓展到了3.89平方公里 这次国务院发布的规划文件 所涉及的部分是深圳圆区 于是大家也很好奇 一个3.02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项目 为什么需要国务院发文呢 它涉及到了 两个的独立关税区 涉及到了一国两制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涉及到 国家事权 涉及到多个部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发展规划 涉及到了财政部 涉及到了人行 还涉及到了海关总署等等的部门 需要国家国务院 来进行统筹和协调 来统一安排深港两地之间的合作 专家认为 核套合作区的深港合作 最大的难点或是读点 是跨境要素是否能真的 高效便捷流通 我们现在人的通关 还是按照普通的 虽然说有了一地两点的模式 但是还是要排队 还是要证件 还是要齐备 这个物的话 我们很多的货物 还是要接受两个这种 独立关税区的海关监管 虽然我们核桃里面有一号通道 但是监管的必备规则还是有的 那么树的话 明显看到两个地方的 数据的跨境流动 还是存在障碍的 这个财的话 跨境资金的科研流动 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安排 但是这些受灰面比较窄 一般来说 最重要就是科研院所 或者高校才能享受 而且我们内地的科研资金 支柱港澳的这种科研项目的话 必须要按照内地的办法来监管 而港澳对科研资金的监管的规则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深港之间的跨境要素 包括了人 财 物 数据四大类 此前的规划当中 提到四份白名单 涉及人员进出 科研资金 专专业人事就业等等 专家解读说 规划的白名单 可以阶段性地解决 深港两地科技创新要素的 高效便捷流动 这里是深圳 也是香港 这里面积不大 但创新浓度很高 这里脑力值拉满 顶尖科学家加速汇聚 这里每一平方公里 就有38个高端科研项目落地 通常的意义下 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边做实验 都是拿着这些试管 震荡 反应 对吧 做这些操作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自动化实验室 这个区域 我们除了准备料这个阶段 准备这些物质这个阶段 其他从这个环节 到剩下的反应的过程 都由我们这些机械臂 按照定义好的反应的流程 和工艺来进行执行 这就是我们的 自动化合成实验室 这一个超级实验室的位置很特殊 它就位于深圳和香港 交界地带的核桃合作区内 这是深港科技合作的最前沿 也是大湾区最烧脑的地方 大批顶尖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和海归创业团队加速汇集 学界和业界的脑力震荡 也在这里频频上演 谭文康两年前选择从香港搬到深圳 他选择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不仅因为有前景 更因为这里有浓厚的科研氛围 谭文康希望能用AI赋能药物研发 为全球药企架起一座采摘高处果实的天梯 过去是人类在实验室那里去做 其实你爬的梯可能爬到十分一 在不到全方位的一个探索 但如果可以透过AI算法说力 爬到最高的时候 你就有能力用高速去筛选对的分子 以及去发掘一些过去发掘不到的分子 以及尽快去试错 将一些不适合的分子篩选走 就可以收窄你的范围 用最高效的方法去找到适合的分子 希望将来可以承约 医到一些绝症 除了各种最强大脑的碰撞之外 人才和数据的自由流动 也是谭文康最为看重的因素 我们采访的地点距离香港不到200米 旁边紧挨着的是深圳河 河的对岸是香港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直接看到香港元朗的高楼 40年前 这片曾经难以踏足的禁区 如今已蜕变成科学家们心目中的科研宝地 这个叫透明隔热涂层 你看看这两个涂层呢 你基本上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对吧 但是你就是我们把它隔到这儿之后呢 就是上面是两个加热的这个灯了 然后你可以把手就是放到这儿 你同时放两只手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温度 对于建筑的这个节能 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节能效果 对 杨金磊是香港科大深港协同创新研究院的院长 他认为香港高校拥有世界一流的前沿技术 而深圳有完备的制造业链条 加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 香港高校拥抱毗邻香港的深圳核套 可以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香港会出地 深圳会出地 大家又出人 形成一个架构 然后进行科研方面的这个合作 港帝要协同 要创新 把我们一个叫做楼下科研楼上创业 这个生态把它给衔接起来 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和深圳福田区签约 成为核套第一个吃螃蟹的港校 他们在核套合作区内打造了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研创夫和教育平台 杨靖磊笑称自己现在是 广深港高铁的常客 而楼下科研 楼上创业 则是这里的常态 我们源头创新的这些能力都在 就是大家怎么去突破深圳河 我们要在这里面去做更多的工作 去承接香港的这些上游 甚至拓展到中游的一些科技 大湾区已经有 前海 横琴 南沙三大战略平台 前海侧重于深港两地之间 现代服务业的合作 包括了金融 物流 法律等等 南沙侧重于粤港澳之间的 深度全面合作 尤其是民生方面项目 横琴的重点则是突出情澳一体化 来补充澳门发展空间的局限 那么核桃合作区的侧重点又是什么呢 在四个平台里面 核桃最大的特色就是围绕科技创新 来开展深港两地间的合作 看到这一次的规划也明确了 实际上它是面向三大科学和技术领域 一个是信息科学技术 第二个是材料科学技术 第三个是生命科学技术 也就是面向这三大科学技术 来布局了十多个前沿交叉 复合的一些技术领域 这是核桃的一个特色 它也不同于一般的 圆区的产业规划 核桃合作区的深港合作重点 是科技创新 一般来说科技创新的上游叫科学 中游是技术 下游是产业 一般的圆区规划是产业 比如信息产业 生物产业等等 核桃合作区做的是科技创新的中游和上游 重点放在前者